有一件事在節目尋尾段要和大家宣佈的 就是MIHK TV 會在復活節期間 4月19日星期五 19、20、夜一、夜二這四天進行內部維修 要執行軟件 調節一下我們的程式 更新我們自己的軟件 在4月19、20、21、22這四天 我們就進行內部維修 亦借助Good Friday 和 Good Monday 我想全台休息四天 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和星期一 有四天我們會休息進行內部維修 換言之說在4月23日星期二 我們恢復廣播 希望大家先記下記憶 早點跟大家說